今天是4.25法輪功萬人中南海和平上訪事件19週年 世界各地舉辦各種聲援活動 法輪功學員不屈不撓的在各地講清被迫害真相 如今除了中國以外 法輪大法在全世界遍地開花 這是發生在19年前的事情 1999年4月11號 一篇攻擊法輪功的文章刊登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博覽雜誌上 當地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教育學院反映實情 4月23號 天津公安董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毆打法輪功學員 並抓捕了45人 天津公安稱是執行上級命令 讓他們到北京上訪解決問題 從4月24號晚上開始 法輪功學員懷著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 紛紛自發前往位於中南海西側 富有街的國務院信訪辦 希望政府保障民眾的信仰、自由權利 現在鎮壓有不同意見的人 鎮壓709的律師性子是一樣的 就跟當年1989年6月4號 用坦克、用槍、對付學生跟市民 就是都是對公民權利的堅討 當時執政的中共黨魁江澤民下令 全面抓捕法輪功學員 山東煙台維權人士張恩廣表示 十幾年前沒有網絡不瞭解發生哪些事 自從可以上網以後 他才知道中國的政治環境和民主的現況 但是作為現在來說呢 一般的情況下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管是在法輪功這個層面 還是中國的民主進程 只要是形成了一個凝聚力 形成了一個團隊 對他們來說都是危險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童 回憶當年 中共當局鎮壓法輪功 其實就是違法行為 當年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 鎮壓老百姓 鄧小平搞六四 鎮壓學生市民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很長了 我看政府應該是表明態度 說明自己當年是算法了 當時在江澤民的授意下 中共官媒開始釋放要處理法輪功的信號 並透過居民委員會 各級單位 黨組織等系統 搜集掌握法輪功學員的名單 我認識的學員當中就有十幾位 被非法 綁架 關押 有兩位被迫害致死 其中北京天理大學的研究生鄧懷穎 被抓了18天就被迫害致死 上海的百根地 在上海女子監獄 關了四年半之後 也被迫害致死 江澤民以一己之私 動用全國之力 發起對法輪功的鎮壓 還成立專門鎮壓法輪功的610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類似於納粹的那個蓋世太保 或者是文革說那個所謂的文革小組那種 是一個非常邪惡的組織 在過去的將近20年的時間裡邊 可以說是罪惡累累 直到今天還在操縱各地的公監法 和政府部門對法輪功進行迫害 根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至少有近500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數萬人被非法判刑 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 還有無法統計的人數遭受酷刑、精神虐待 毒打、體罰、經濟敲詐、騷擾等各種各樣的折磨 此外 中共還犯下了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前所未有的罪惡 走過風雨19年 法輪功學員不屈不撓的 在各地講清被迫害真相 如今除了中國以外 法輪大法在全世界遍地開花 更多人因爲瞭解真相而走入修煉的行列 中年之際世界各地民眾舉辦各種聲援活動 425也告訴了人們 在自由的社會 民眾有選擇信仰的權利 正義與善良更是被保護著 大約2700名法輪功學員 在法輪功425上訪19週年前夕 在臺北京華區舉行大遊行 展現法輪功的美好 呼籲各國制止中國共產黨的迫害 法辦元凶姜子民 同時也聲援3億中國人良心覺醒 退出中共相關組織 天國樂團由楊躍升的引領下 2700名法輪功學員不分老少 行進台北市繁忙的精華路線 整齊祥和精神十足 沿線吸引許多民眾遊客關注拍照 想進一步了解法輪功是什麼 很驚訝 但很棒的聲音 對 它看起來很好 對 我很喜歡 對 它帶了很多的關注 音樂很棒 這些人開始表演很棒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而且他們能夠表現真正的感受 他們能夠表現像這個表演 19年前的4月25日 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和平上訪 維護信仰權利 後來中共卻發動鎮壓 青天遊行呈現了酷刑 活摘器官等模擬情境 這類迫害在中國已持續19年 中共竟然可以迫害 修真善忍的好人 用這種殘忍虐殺的方式 讓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沉痛 感觸很多啊 因為跟大陸就這麼大的不同點 很好的一個傳法 大陸竟然這樣子破壞 你想想看 有多殘忍 你竟然就把人比動物都不足 425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它讓我走上修煉了解生命的意義 然而也因為425上訪 法輪功學員展現的平和理性 獲得國際高度評價 台灣學員從此快速增加到幾十萬人 法輪功還紅傳到上百個國家 新唐雅太電視 陳輝謀 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法輪功學員22日在台北大遊行後 在中華民國總統府前舉行五千人集會 紀念1999年425和平上訪 也聲援3億中國人退出中共組織 訴求解體中共才能制止迫害 425的和平上訪和3億人的精神覺醒 都充分顯示了華夏人民堅忍不屈 和中華文化善良深髓的內涵 向朝野各界提出呼籲 讓我們向中國傳播 台灣價值深援中國人退出中共 期盼自由中國的來臨 朝野政要跨黨派出席立體 推崇法輪功的道德勇氣 要與法輪功同心同行 法輪功一直我們認為是 大家對他非常認同的一種精神的支柱 我們支持你的勇氣 我們以你並肩作戰 分援全球3億人退出中共黨團隊 我們因為同心所以同行 在這邊我特別要像這麼多 過去曾經為這個所謂忠躁自由 跟一個更民主跟自由的中國 奮鬥的這些好朋友們 跟這麼多法輪功的朋友們 一起致上最高的敬意跟崇敬 我也願意跟我們這麼多法輪功的朋友們 一起為這樣子的一個價值付出 3億人退出中共 朱安琪律師表示 台灣退黨義工至少直接幫助了 其中319萬人 就像在納粹屠殺下營救猶太人的辛德勒 台灣的退黨義工 就是台灣的辛德勒 台灣的辛德勒 營救中國人退出毀人的邪黨 透過讓更多還找不到勇氣的人 讓他能夠出來 讓他能夠敢跟我們並肩站在一起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中共的苦日子才剛剛開始 我非常佩服我們的法輪功學員 堅持棄而不捨的努力 高維邦博士敢配法輪功 促使國際社會對中共真相覺醒 他認為未來一年 世界可能將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唐里亞太電視 陳惠謀 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周日 英國的法輪功學員 在倫敦的中共時 關鍵集會 紀念1999年4月25日 為了爭取信仰自由的和平上防事件 同時呼籲中共立即停止 對法輪功修煉團體的迫害 集會之後 法輪功學員還進行了遊行 遊行隊伍途經倫敦市中心繁華的 牛津街 社政街和中國城 最後來到特拉法加廣場 事件的親歷者描述了當年 決定去中南海上訪的原因 天津抓人了 抓了40多個學員 那我們應該去到上訪區 去跟他們講清真相 大家聽說以後就都紛紛地去到中南海去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上訪區在浮游街那邊 這次上訪 因為法輪功學員的和平和理性廣受讚許 但卻被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污衊為圍攻中南海 要求是給一個合法的練功環境 還有一個是釋放天津被抓的同修 還要合理出版大法的書籍 說朱鎔基總理當時都答應了 所以我們就陸陸續續的都散去了 但到了1999年7月 中共江澤民集團最終選擇鎮壓法輪功 我希望中國大駐的這個中國同胞吧 應該都應該看看這本轉法輪 就是共產黨這麼樣打壓修煉的人 這些修煉的人為什麼還要修煉 我說我來到國外 特別是我參加這個遊行 我非常激動 就好像我剛得法治那個紅髮的場面 但是國內是沒有啊 新唐人記者舒亞英國倫敦報導 烏克蘭首都基輔市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4月25號在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前 舉行了425萬人和平上訪 19週年的紀念活動 烏克蘭的法輪功學員通過法輪功功法演示 打坐發放真相傳單 徵集民眾簽名來紀念19年前 發生在北京中南海的 1萬餘名法輪功學員集體和平上訪事件 並悼念自1999年7月20日 中共血腥鎮壓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 法輪功學員 法轮功学员和平的功法掩饰和传递的真相打动了许多过往的行人 许多民众当场签名反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新潭记者安娜乌克兰基辅市采访报道 19年前 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 但随后却遭到中共僵尸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这起事件震惊海内外 周二 悉尼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纪念 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修炼者 来看报道 4月24日晚 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当地著名的海德公园举行烛光纪念 悼念在这起事件中遭受中共迫害 甚至付出生命的法轮功学员 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至今的法轮功学员 因为他们是修炼真善忍的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整个这个今天当今这种道德下滑的这种社会 实际上是道德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中共来讲呢 它19年来一直在持续的这种迫害 所以呢 所有有良知有正义的人们都会发出这种心愿 就是说立即停止迫害 星星烛光在夜空中闪烁 人们仍然记得当年上访时 法轮功学员是如何理性与和平的提出诉求 让天津的立即把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释放 第二点呢 就是说大法的书局要合法出版 不要受禁止 第三点呢 就是有一个自由的一个练功环境 看到那个常人承的烟头 我们都给它捡起来 马路上临走之后 一个纸屑都没有 一个树叶也没有 就是比真的比你那条扫还干净了 这些警察们都看到了 他们也挺很震撼的 因为他们说我们也做不到 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 法轮功学员的反中共迫害 受到西方社会民众的支持 我甚至没有表现 我感觉到有人在习惯 在做练习 我说 他们甚至没有犯罪 我承认他们100%的胜利 让他们知道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他们被侮辱了 这种犯罪 这种犯罪 是很残酷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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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们要抑制 面对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和平的反迫害 不曾改变 他们希望正义彰显 迫害早日停止 新唐人记者燕山 悉尼采访报导 425和平上访全球纪念 在香港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及副主席蔡耀昌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呼吁国际社会一起制止中共的暴行 身兼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关注组主席的何俊仁表示 中共过去近20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极其残暴 是整个中共暴政下被迫害最惨的群体之一 他呼吁国际社会一起谴责及制止中共的残暴行径 呼吁大家能够支持他们 这个整个政权是一个暴政来的 这个新时代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暴政 所以我们一定要齐心谴责 以及一定要对他们 采取我们勇敢的反抗 副主席蔡耀昌强调 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应受到保障 对于法轮功的打压是立即停止 和必须全面追究一路过程里面 对于法轮功打压的有关的人士 甚至一些可能已经落台的人士 也都是必须追究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las下